经里面所说的意思 很清楚 很明白 为我们显示出 祝福菩萨 硬化到世界来 他来干什么 说事不尽 讲经教学 他是为这个来的 为什么要讲经教学 古大的告诉我们 大臣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慈悲 是看到众生 在受苦难 不忍心 怎样帮助众生 离苦的路 苦 要离究竟苦 究竟苦是什么 生死 生死是大苦 怎样帮助众生 永远 脱离 也生死大苦 落是什么呢 落是旧近落 佛经里面的朔语叫 大半裂盘 这是繁文 英语的 那么照这个意思里面来讲 永恒的路 没有苦了 一切苦 永远 永远离了 这个就是大涅盘的境界 经论里面说苦 经论里面说苦 通常说三大类 苦苦 坏苦 辛苦 苦苦里面给我们讲了八种 叫罢苦 叫罢苦 那这八大类 前面四种 生老病死 任何一个人 都免不了的 富贵 贫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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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贱 贱 贱贱 除这个之外 有求不得苦 有爱别利苦 有怨憎慧苦 还有五因之胜苦 五因之胜苦 特别显示在我们的身心不健康 所以多愁多病 这种人 也占了不少 大半涅盘呢 那这些苦的现象 苦的果报 永远没有了 富是为这个 那么为什么用教学呢 我们不知道 苦从哪来的 苦从迷惑造业来的 迷惑造业 国报 就是苦 所以 福把六道轮回 比喻着苦海 苦海 无边 回头生 那我们就等着了 释迦牟尼佛 以及一切 祝福菩萨 事现在事前 帮助我们 回头 回头 从迷惑 从迷惑颠倒回头 就是觉悟 觉而不迷 你就回头了 迷而不觉 这就是六道轮回的因 那么 那么由此可知 佛对众生 最大的恩惠 帮助我们 破米开悟 帮助破米开悟的方便 方便为门呢 方是方法 便是便宜 获起来讲 最适合的方法 最恰当的方法 就是教育